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种下宿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种下宿 中文字幕志愿者 坐好,就α侍在家吧。 在像del expertosided上, 會嫩把它們 hearing? 在海跟的人也說餒了。 在像delinier, 在海跟的人也說餒了。 在海跟的人也說餒哈。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形式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在自己的这个层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 就是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这回重提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的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就是 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掌 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我们在一起在一天里面的想像上师的 我们在这里面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迎接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 按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因为这一个颂词当中主要是为我们断除石油的执着 其实反反复复再三再四的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石油的执着 就完全需要断掉 那么这个执着就是有心的石油的执着 就是我们认为自己的快乐 痛苦 感受 感情 以及心里面的种种分别万年认为是石油的 这是心方面的石油执着 然后对外经的话 包括房子 山河大地 教授 名声等等 就外面种种的这些想 认为石油的话 这是外经石油 那么外经和右经 石油的这些所有的优势众 优势众一般中观以下的这些 包括优势众的这些论师们 他们有的是微诚执着 有些就是信誓执着 有些根本没有觉得到那么深奥的地方 而且现象的这些 完全不成立的虚无缥缈的这些事情 全部执着得极为强烈 那么这些有始终的所有的世间和出世间的这些论师们 他们认为石油的东西在这个像上面存在 是不合理的 这种道理 不管是从教证也好 理证也好 很难以成立的 在整个世间上 石油的法 我们绝对是找不到的 虽然世界上迷迷糊糊的这些众生们 他整天都是执着石油的 其实这个石油的执着 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也是荒唐的一种见解 那么等等去用智慧来抛弃观察的时候 我们每天都是特别执着的这些事情 其实是根本不会有 如果真正有一个石油的东西 那麦彭仁波切以前在《中观传言论》里面所说的那样 万法当中有一个石油 那不会呈现一切法 就是万法如有一成石 诸之成永不见 对 一切所知的话 成为永远不见 因为万法没有一个成石的缘故 无边素质要呈现 因为一切万法 一个法 成见虚 未成虚 一边也是没有成石的 没有成石的缘故 现在我们众生面前的 心形色色的 聊聊分门的 各种各样的 包罗幻想的法 呈现的原因 因为他们的这些一切诸法 万法提醒极空 提醒当下极空的原因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真正是依照传承上师们的这些教言 自己进行去观察 观察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会了解 一切万法的本质 根本不会有任何一个石油的成分 如果有一些石油 或者是有诸佛菩萨的智慧来也可以照见 或者我们又通过真正的智慧理证来可以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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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具体的破责能力方面分两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互相依存的缘故不常理 不管是外境也好 现实这两个只要互相依存的话不能常理 若今又是常依何利是有 若是又今成依何利所持 他这里就是说 如果有些人认为外境存在或者现实存在的话 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就是如果这个经 我们所谓的这个经色分相为处法 就是六世所面对的对境 就是六种经 六种经的话 如果认为是常理 这个怎么样常理呢 就是用诗来常理 比如说 我们说 外面的色法 品责 或者是显化 转经论 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 是有成立的 怎么是有成立呢 因为我的眼神决定 我亲自看到了这个转经论 这是同作的 因为它的存在 以我的眼神来确折 或者是用我的身世 我的身体能接触打 就是 差一磨的时候 有这个接触的原因 所以这个外境肯定存在的 有些人这样认为的话 那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如果你说这个外境是由心来常理的话 那么先一定要观察到 你的心用什么来成立 于何谜是由 以什么样的推理 或者是用什么样的依据来建立 你的心是可靠的 心是准确的 比如说 我们说今天在这个地方 有什么什么东西 我如果看不见的话 我问别人 你用什么道理来知道这件事情是真实的 那这样的话 首先我们一定要用心事要真实 如果你心事都是已经还没有成立的话 那位置数怎么能成立位置数啊 不可能的 所以说 我们对这个心事也应该进行观察 进行观察的时候 如果对方说 这个事 所谓的 我刚才的身世也好 眼世也好 就是这个身世 眼世 这些事用对境来成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眼世是肯定存在的 眼世存在的唯一的原因 我亲自看见了 这个传经论是红色的 如果我的眼世不真实的话 怎么会是看见的 因为外境存在的原因 我的眼世是成立的 对方这样认为的话 那这也是不合理的 这样一来又开始翻转过去 那这样以后 你的所知又什么成立 这样以后 我们就开始 所知要成立 要能知这个心事 要能知成立正确的话 要所知这个外境 这两个一直辗转不停 那这样的话是根本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现在世间当中所有的这些外境的法也好 心事的这些法就全部是一种假象 如梦幻泡影一样的 可是无量的众生现在根本都是没有通达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类 在人类当中真正对空性法 对外境和右境完全通达空性 在这种人有多少 很少很少的 应该可以说 有些有福报的人 在这个山里面先在闻思修行 然后说闻思修行的内容 自己在长期的心里面 不断地串习 这种人看到外境 人们特别说的这些东西 被他们的眼目当中 真的是老人看小孩的玩具一样 一点都不会执著的 会有这样的修行人 好久不见 谢谢大家 好久不见 我再来说 你一定要点试一下 我一会儿 就这样 想想看 等下来 我再来说 你不客气 我再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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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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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经相待有 二者皆无事 无知者无福 无福随生者 无知也无福 如是无心经 下面用心 经这两者互相关带的 刚才也讲了 心事依靠什么样成立呢 对方认为是依靠外境来成立的 然后外境用什么法来进行成立呢 就认为是用心事来进行安立 那这样的话 这两个完全都是互相关带的 就像是左啊右啊 此安 彼安或者是海白以及长短等等 一切灌带的法 那么一切灌带的法 那么如果是一切灌带的法呢 那这个法的本体不会有的 若互相依而成者 诸善事说积不成 应该在入众论当中吧 如果是互相关带而存在的这些法 以前的诸位高僧大德们 异口同声都说 这个法绝对是不会成立的 关带的法 我们可以这样说 只要是关带 他的自信就绝对是不可能成立的 下面他用一个比喻来说的 比如说 信和邮金互相关带的 互相关带的话不能成立的 他这种比喻 比如说世间上认为父亲和儿子 人们都认为他是室友的 其实这两个事也是没有经过相续观察的一种说法和结论而已 如果真正去观察的话 没有儿子的话 那个父亲不可能成立的 因为有了父亲才可以安立儿子的 但是儿子需要关带父亲的话 儿子没有生之前 父亲也不可能产生的 那么父亲也要关带儿子 那这样一定要 儿子没有的话 父亲不能安立的 那这样一直等到儿子要产生 那父亲提前要儿子产生 然后父亲出现 如果这个道理要推断的时候 要么是父亲同时产生 要么儿子提前产生 否则的话 真实的父亲 提前是不可能产生 这是我们世间当中 可能有些人不可能的事情 父亲儿子的这种关系应该是有 当然这是一种假象 假象的案例是有的 世间精致少种之 便为辞而受我生 我们在写《入中论》的时候 也是这样讲的 世间人们说 仅仅是这一个少分不净的种子 说是我的儿子 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自相的他生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说了 所谓的太生者 来由业和施 还有父母的精髓和合而生 佛经当中也这样讲的 因此真正的父亲和儿子 在经过观察的之后 根本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父亲和儿子没有成立的话 那同样的道理 刚才的外境和形式也需要互相灌待 只要灌待的话 这种法都是不成立的 你的外境要存在 依靠形式来安立的 这个形式要存在的话 依靠外境来安立的 就像是两个小徒 两个小徒放在这里的话 我说你偷东西没有 他说我没有偷东西就是他做真人 然后我们说这个小徒你怎么承认呢 我肯定没有偷东西 他做真人就是 这两个这样互相的话能不能作证啊 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说外境怎么会存在 柱子瓶子怎么存在 因为我亲眼看见的 你亲眼看见的这个事 有科兴度吗 应该有的 因为外境存在 那这样的话 互相都灌待 这种灌待在名言当中是加厉的 真正去智慧观察的时候 的确也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为了吗 但是让我们做了更多的计划 提示的比特曼所言啊 虽然是有数小徒 还以为他的一种大碍 因素 也没有人你说人是有数小徒 仍然是一个异社的一种大碍 果然是一种大碍 或者 tissues的大胀子 Catch up 哦 这就知道是什么公过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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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对方的提问 然后给他回答 有比一亚时 谁知有亚中 然心了尽色情 何知有事 那么对方是这样说的 对方说观待外境和有境 这两者的不成立其实是不相伟的 为什么不相伟呢 这两者是观待的 即使你们说观待不成立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外境和有境这两者不是观待的 应该是因果观性 这个因果观性他们认为是 我们通过这个比喻来可以说明 比如说我们绿色的妙芽 绿色的妙芽从哪里产生的呢 大家都知道这是春天种下去的灰色的种子当中产生的 那么有了这个亚才能明明知道 哦 这里肯定有过种子 我们在天野当中看到绿油的这些天地的时候 哦 知道是这个 农民肯定种过种子就完全地知道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只要有这种掩饰 二饰 碧饰 这些事的话就是通过外境当中产生的 刚才种子和妙芽之间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不能知道是妙芸呢 这个心事何不知妙芸啊 怎么不知道这个妙芸呢 可以的 因为依靠外境而产生我们的心事 依靠种子而产生我们的妙芽 所以这两个是完全是明白的 因此我们认为 心事也是存在的 因为依靠邮精而产生的 而依靠外境而产生的 外境也是应该存在的 因为它的果是心事 通过这种方式来认为 外境是成立的 可能我们有些人也是这样认为 种子和妙芽之间的关系一样的 因为有了外境才产生我的眼神 有了外境才产生我的神事 那这样的话肯定存在吧 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的 但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下面我们进行破析的时候 这两者的比喻完全是不相同的 怎么不相同呢 妙芽是依靠种子而产生的 其实这个呢 我们通过这个退可以了知的 而退离的时候呢 这个因和果有一种 顺序的因果退离 这是一种因果规律 这样的规律的话呢 我们以前知道是 灰色的情窟当中呢 就是能产生过 绿色的妙芽 这是这个古人也知道的 我们现在退离也知道的 现恋也见过的话呢 那么我们每一次见到 绿色的叶子的时候呢 就知道是 它有一个种子 完全都是通过退离 或者是通过一个限量的心事来 知道是外面的种子和亚之间的 这种因果的关系 可是现在呢 关键的问题 我们的这个心事 依靠外境而产生 这个产生就是用谁来知道的 这个是个最关键的问题 如果是用这个心事来知道的话 心事就是现在我们这里的位置说 也可以说是现在还没有判断出来的 在因灵当中的话 立宗 这个立宗还没有完全的证实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说是这个心事 是用另一个人的心事来知道 那这样的话 已经成了无穷无边的过失 这种说法也不合理的 然后如果心事它自己知道的话 那自己知道呢 我们前面自相的资贞已经破完了 生意当中的话也不存在的 但明言当中虽然是有的 但是这种资贞对方现在也是不承认的 因为对方认为一切万法是实有的 如果对方也是不承认实有的话 我们现在这样的辩论的话 其实自然而然可以熄灭的 再说一遍 我们现在这边再说 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困在这边 那我们现在还能够困在这边 看看这边是有什么 那材责角的 我这样说的 当然是不承认 是这边边的 那么就是我们 我们要做这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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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多人也不是这样的 我们包括世间的人们都认为外境是真实实有的 他从来也是不认为这些外境不是实有的 都不认为的这样以后的话 我们要破外面的真正实责的时候 种子和妙牙之间的这种关系来进行驳斥的话 这是非常殊胜的一种推理 或者我们种子和妙牙用不议不议的方式来驳斥的话也是可以的 就是法者法师所翻译的《广大游戏经》 我们以前说的是《游巍经》也有一些其他的名称吧 但这个经典里面说是有种牙一耳 非种即成牙 不亦亦不亦发行非常短 那么这个教证里面说是种子和妙牙的话 其实无德不生没有种子不可能产生妙牙的 但是种子和妙牙是不是一体呢 就是一体也不是 那是不是他体呢 就是他体也不是 正因为是远离了一体他体的原因 就是它们都是不多于长辩 也不多于断辩 这种缘体的道理其实我们如果完全通道的话 就是《宗观音程法》所了解的宗观的见解 在名言当中为君观察的时候 种子产生妙牙也是可以 外境产生我们的心事也是可以的 一切的形象在迷迷糊糊当中 我们可以呈现的 而且宗子面前也是无奇的存在 这种是可以的 但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一切万法也是不能得逞 正因为空性现在我们名言当中的一切法可以安理的 就是由于空译过一切法得逞 若无空译者一切不得逞 温度上市民也不得逞 若无可能遭秀部会 根本不得逞 允许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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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